第二剧游戏即将开始 请各位嘉宾抽取自己的卡牌 九身拿到这张牌了 这张吗 对这张 感情是个猎人 这张绝对是身份牌 绝对是狼人 绝对是身份牌 不知道是什么 这次好像姜 11号一张牛郎牌 感谢妹族 送我的一张村民牌 小五总拿身份 我才不相信是村民了 本剧游戏的视角是 同视角 游戏开始 天黑请闭夜 天亮了 现在进行警长竞选 想竞选竞的玩家 请举手 2号 3号 5号 6号 8号 10号 11号 12号 共8名玩家参与竞选 从10号玩家开始发言 这局 哎呀 我很纠结 我是个预言家 我直接摊摊牌 因为我想 赢一手证婚人 我是个预言家 我是个预言家 我被连在链子里了 我起身 咽了衣 一个茶沙 然后我再留 因为为什么呢 我拿了牌的时候 衣一直在说 10号要焊跳了 10号要焊跳了 我摸了一个真的预言家 但是呢 我被连了 然后我又咽了衣 是一个茶沙 我就很纠结 我不知道该 我上来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发这个言 因为我是个真预言家 我被连在一个链子里了 我连了12号 好吧 12号连着我 我们两个是第三方 所以你们自己去考虑 该怎么玩这游戏 一是我的茶沙 好吧 一是我的茶沙 如果有狼汉 跳了一个预言家 他穿着我的衣服 这游戏我怎么赢 然后呢 我琢磨半天 没琢磨明白的 我就只能先跳 我跳了以后呢 我又 我上来发言又变形了 变形了 我就只能先把我的链子供出来 因为12号一会儿直接就说 咱俩是链子 咱们只能求着他们留咱们一会儿 不着急 不着急 好吧 咱们赢一手 赢一手 还赢一手 赢一手 赢一手 咱们这么打 好吧 就是因为一是我的茶沙 肯定是个狼了 我是个预言家 我是个第三方的预言家 12号跟我是链子 然后呢 我就先验8 再验 再验2吧 好吗 先验8 再验2 因为8看我的眼神 我觉得他想在 他像在挑衅我 又像在嘲笑我一样 然后呢 我就先把8验了 我再验2 因为8 2一直在 就是他的那个眼神是犹豫的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因为1是一个狼 我要打的 我只是想 就是先把1出了 因为你们现在不可能去把我这个第三方出了 对吗 因为出了你们没有办法去验人 你们难道真的要打升推吗 我先把1出了 把1出了以后呢 你们可以考虑 如果第二天我验了一个茶沙 你们可以考虑第二天把我的茶沙走了 把我读掉 都没有问题 好吗 因为女巫我一定给你锁定好了 女巫你就读我就可以了 没问题 好吗 甚至于怎么打都无所谓 因为我现在还没想好 我只知道我是个链子里的一个预言家 然后呢 我现在要去出这张1号 是我的茶沙的这张牌 好吗 多了不聊了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时候 我给1的建议 1又没有上井 如果是1上井了 就1你自己跳吧 要不然你们三浪就裸作了 好吗 够了 50分有了 12号玩家 你已经得到我的50分 12号玩家 我希望你能拿着我最后的50分 对吗 他用供出链子 爆出一个茶沙 来感动好人 狗活下来 你呢 我必须看到你的诚意 没有诚意 我不出他 但我出你 对吗 你想让他活吗 或者自己想活吗 诚意 打动我 你肯定有什么话要说吗 比如说他是个冤家 他底牌是个冤家 查杀了1号玩家 你把你底牌也供一供吗 反正 我是一个单身的好人 好吗 我觉得这一局游戏 好人应该能赢吧 因为就如这个石有一点是说的是对的 他只赢一手 郑婚人 郑婚人藏得住 他还有可以赢的机会 对吗 我觉得第一天的茶沙一定没错 但第二天的一人信息 估计没啥用 可能爆的是假信息 所以第二天我就不听了 听一天就够了 至于你活不活得下来 就看12了 1250分哟 少一分 我就不出他 你的50分拿到了 我就不出你了 我就出这个12 好吗 那一 得出啊 攻呗 你到几下也攻 学这个商人这个吧 攻 全部攻出来 攻出来 你把三个男攻出来 冤家要来干嘛呢 对吗 把冤家推了 都可以 都不是问题 好吧 都不是问题 有话好商量 来吧 不是你是那 没什么 你是 不知道你是什么 不是晚上 没打这么个格式啊 兄弟 不是你去跟我说 是个冤家 我就别跳 打着等会儿 狼总不可能换跳了 那个时候 狼不跳到时候 我们就伸对腿啊 到时候随便找个人 对不对 常常人就一定在歪歪 这个 这一句怎么12个人 一个人都不跳冤家的 狼不跳就算了 那真意还去哪了 就让他们歪歪 被倒贼买了什么 别跳啊 不是你跳了 你不要勾我干什么 我不想第一天死 我更不想第二天也死 我想像上一句一样 就活到最后 虽然算就输了 你上来 第一句话 你跟我说 你不知道怎么说 我以为你要 演一演 聊个什么东西 也忽然跟我说 你是个预言家 你是预言家 关我什么事 哎呦 真的是 不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连你吗 不是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连你 因为上一盘你是个鬼魂新娘 你炸了 我就想这一盘 我哪个鬼魂新娘 我说我连谁 可能都会被人猜到 我连你总归 大家想 这个人 刚被连了 应该不会再有人 他自己连了人 就是连人和被连是一个样子 都在链子里 他自己炸了 我觉得厂商人应该不会猜到 就是他在进链子 假设他们能猜到 我是个 那个链子里面的人 估计也不会猜 不过来我的那个队友是他 精挑细琢 我精挑细琢 全场这么多人 其实可以连 是不是 我连了个你 你起身就这么玩我 那我还聊什么呢 不来我还在想 井上我怎么坐着 还给你们表一个水 啊 表表水 我说 还表什么呢 还说什么呢 投我也没有用 投我就跟他一起死呗 他把我供出来 我还能活活多久呢 无非就是过了第一天 狗活到第二天 聊什么呢 在出局的路上呢 我觉得我不孤单 左边有个美女 右边有个胖子 对吗 好吗 我本来 就是我一切的想法都被打断了 我只能随便聊两句 就这样过了吧 二号发言啊 二号呢 给你十号一个机会 退不退水 不退水 我二号呢 是一个跟刚才身份一样的牌 就是 因为我必须得 你知道吗 人被骗多了 总归是有一些后怕的 我觉得 一开始十号发言的时候 我是认不下他这个原家 而且这轮我已经想好了 我井上如果前这位发言 我一定帮帮主一个茶沙 因为我觉得这个七号玩家呢 这轮可能有点问题 所以我已经想好了 但是呢 我是跟刚才一样 我是一个单身的平民牌 这个游戏里面呢 一开始我以为狼队是最可怜的 然后我以为呢 是突然死全家的人最可怜的 然后最后我才发现 原来是我最可怜 就今天我又摸了一张同样的牌 而且我井上 我就觉得这个三号挂身份 我就觉得这个三号有可能设于原家 因为我是很难相信 你十二号是鬼魂新娘 十号是原家 十二号连了十号 这个时候两个神 你们要把自己的链子抱出来 我完全找不到你这样做的目的 所以我觉得十跟十二有可能是两个 一号呢 给你一个跳身份的机会 当然如果二有狼自爆 那我们并就随便再说了 但是这一局呢 我这个单身村民牌一定要玩得够汉 对吧 我一定要把所有的可能都给炸出来 站边一定要坚决 好吧 这里我就不信你十号是个预言家 我把原因说得很清楚了 因为我找不到你做这样一个事情的目的 所以说后置位 狼人可以踊跃对跳 踊跃对跳 如果我觉得你发言比十二号 我今天就把这个十号给干了 包括你一号 对吧 你也好好发言 你是什么身份 就不要来骗我们这种 吃瓜群众 好吧 我们也很苦 就被各种人骗 真的 盗贼骗 女巫骗 预言家骗 然后猎人骗 守卫骗 然后狼骗 然后第三者骗 就真的 我在这里 前置位好像有一个人说是我的同盟是吧 十一号 对吧 你说你也是个单身平民 我这里作为单身平民协会 已经是一届的这个常驻会员了 这一届我留案观察 好吧 十一号给你留案观察了 三号开始预言家发言 过了 三号是张预言家牌 昨天晚上八号是我的精髓四夕盛宴 因为昨天晚上我一摸牌 然后这个八就说我上定狼牌 所以我想咽一下它 然后它是张金水牌 然后我觉得四号的挂项比较重 但是跟它前一天已经试过手验了 我不希望万一我摸出来一张茶叉牌 让它们游戏体验 七号刚一直趴着 我想咽一下七号 因为我右手边这边 十号已经跟我形成汗条 因为它发了紧下一张茶叉牌 然后这个十二号还要跟它一起打一个链子牌 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链子 我只能确定十号一定是张定狼牌 因为它跟我汗条了 然后这边 因为十二一直在那边表演 所以我不太确定 我今天一定会把这个十出出去 然后这个十二如果一起死的话 那链子没有了 一狼一个链子走了 对我来说皆大欢喜 这个十一我不知道 因为这边已经十一已经是张狼牌 所以我不想咽这个十一 然后一号是张它紧下茶叉牌 我觉得没有那么丧心病狂汗跳 一共只有三张狼牌 它汗跳还查杀自己狼同伴嘛 二号刚刚那个发言 我觉得是张好人牌 所以我决定四七顺宴好吗 五六我听一下发言 因为这还有第三方 所以我很怕验到比如说什么五号六号 是一张好人牌 但它是链子里的牌 到时候鼎会给到他们手里的话 我会比较慌 所以我决定四七顺验 然后八号是我的精水 十号你跟我汗跳了 这一句只能你出 你们不要怕 他说它是链子里边 什么深推不深推 它是张狼人牌 我是张真云演家牌 今天十号出局 后面我再听一下发言好吗 我的精水是八号 过 先出十啊 因为这个游戏很简单 我呢是分不清三十 谁是真云演家的 我真没分清 我可没觉得三一定是真云演家 但是我出十啊 肯定要出十啊 十二刚才认自己是鬼没心脏了 出啊 出十啊 十它 十它是 我们这么出 我们这盘都不用盘三号发言 怎么比十号好 我们就盘十号 它是有一半的可能 是真云演家 一半的可能是狼人 但它一定是个链子 对吧 那三号我觉得它这个 它这个位置 如果三号不是个真云演家 它没有必要起跳 所以今天出十啊 现在要盘十 它的收益是什么 它是个 因为它现在大概率是个狼人 它现在大概率是个狼人的情况下 它跟十二是个链子里面的 它为什么起身 它跳个云演家 说我自己是链子 报警下依一个茶沙 那它的收益在哪呢 我觉得唯一一个解释通 就是做好依的身份 就有可能三号你验了依 一是正好 买在一号有可能是个证换人 我不知道 我现在盘不住十号的收益在哪 那不管怎么样 我认三十一元家 今天肯定出张十 好吧 我们先出狼吧 我想这边三 先出张十 因为 就是因为 首先 三号的发言肯定要比十好 那些什么心路历程啊 位置就不盘了 其次就是因为十 你确实是链子 你是链子 你就出局吧 因为你链着一个鬼魅心链 因为鬼魅心链也有之后有道人的能力 所以出十不亏啊 我觉得一不太有可能是十的狼同伴 因为十二和十是情侣 然后如果一是狼 十没有必要给一做身份 所以我觉得唯一可能就是一有可能是正困人 那除非是十真的玩刺了 我觉得反正先把十出了吧 然后再盘 过了 我觉得一号咽下也行 因为有可能是正困人 有可能是狼 那十号如果是狼的话 他有可能包装一下一号 因为他第三方嘛 他觉得出个狼 他也能接受 然后呢 他已经就十号 从他拿到被连到那一刻起 他就已经不是狼了 他觉得出个狼 其实他也能接受 然后呢 也能坐视他的身份 同时呢 也把真怨一家脏死 我觉得是可行的 他要是个正婚人的话 他会考虑万一一号牌被真的出了 那他再被毒了 他们这个又是一夜暴毙 全死了 我觉得有点危险 所以说一号这张牌呢 我觉得你可以验一下 我其实在三号发现之前 我有点想出一 但是我想不到三号牌 如果是张狼人牌 他这样去起来 就这张一号牌的难度 太大了 我觉得也没什么必要 三号如果删狼人牌 就慢慢引下去 反正已经第三方 拿两条命去换你一个狼人牌 我觉得 狼人是完全能接受的 狼人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 是能接受的 所以说没有必要去几条 所以我觉得三号 眼镜那边会大一些 反正 哎呀 管那些呢 先把那个链子出了 对不对 我们当时一家三口 一夜暴毙 我的心多痛啊 我能让你们链子活 我是一张单身村民牌 二号是不是村民 我不知道 因为二号的信息量挺大的 他准确的知道 后面会有预言家起跳 而且他觉得三号会起跳 然后他觉得十号 十二号 有问题 不像十号 不像预言家 我觉得二号是个 有信息的牌 那二号这张牌呢 我不认为 它是一个 好人牌 如果证换人的话 我觉得你有可能是证换人 后面的话再聊 后面的有什么可聊的 先把十出了 或者输十二 先把十二出了也行 而且因为他们已经打了一套组合拳 这个十号起来跳 十二号还接应一下 我觉得十二号一定不是个好身份 十二号是个平民 他还起来接应一下 那不是有病吗 肯定是个坏人 十十二 两个坏人打包 先上路 然后呢 一号牌好好聊 景下还有一个发言机会 吃不吃毒 看你心情 看女巫心情 过了 我这人路见不平拔道相助 人家都认链子 怎么就出局了呢 我一个个问 我问老实点的 这十二你得试个链子吧 我有种办法 一定保证你们今天出不了局 对吗 因为十底牌如果是个预言家 一是个狼 三得试个狼 十二是个链子 我既不在链子里 又是个好人 因为狼也知道 链子也知道 对吗 所以八其实是可以自证 且我是三的精水 因为我觉得十十二 如果又是狼 又在链子里 这么迈 实在没有任何收益 所以我可以保你们 因为我是一个单独的一票 你想链子跟狼 加起来得有个五票吧 你们不管谁是链子 谁是狼 因为十如果你是个真语言家 你吃到锦辉 我一个好人 单身好人 加入你们 你们就一定六点五票 你想出五就出五 想出六就出六 这个世界是不是也很美好 对吗 但是有一点 如果你是狼 又在链子里 那我一定只能跟着三走 对吗 我跟着三走 我就把你全出了 狼也出了 链子也出了 你们一起去 因为我是一个好人 我只要好人赢就行 对吗 当然三如果是个狼 一是个狼 十跟十二 是链子里的预言家跟好人 我一个单身村民 愿意又帮狼玩 又帮第三方玩 好吗 因为票是一定够的 因为你想 一定三十吃锦辉 我爸一会就举着手 他们也拿我没办法 他们今天出我八 好人也赢不了 因为我是个单身平民 我又不在链子里 又不在狼队里 就是我一个单身村民 哗 去当内奸了 奸到哪儿去 我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我连预言家是谁 我都没分清楚 说句心里话 所以你们一会儿 先认清楚身份 你是个狼 就是个狼 你是个预言家 就是个预言家 你认不清楚 我就帮不了你 就这么简单 好吗 因为我三跟十 我分不清 因为我不知道 十的底派 如果是个狼 抱一一个茶杀 再把链子供出来 他是不是既是狼 又是链子 对好人来说 就把十出了就完了 我也找不到 他任何的收益 三是个狼 一被茶杀了 三就这样冲起来救 那十跟十二 是不是链子里的 预言家跟好人 三跟一是两狼 那我一个好人 帮你们 对吗 你们想狼赢就赢 想链子赢就链子赢 当然你们两个 可能第二天 我被好人 先一皮蛋干出去 说你这个 臭不要连的内奸 你先走 也是有可能的 好吗 我发现场上 已经有很多 敌对势力的眼光 看向我 我觉得做内奸 真是一件 很心虚的事情 但是你们一定要告诉我 你们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因为我分不出 因为狼一定知道 我是个好人 链子也知道 我是个单身 对吗 所以我这一票 至关重要 且我底牌 本身是一件好人 好吗 你们告诉我 你们的真实身份 能多供出来一点 就多供出来一点 供不出来 那就走了 我在历史的长河中 只是微小的一例 对吗 这五号六号 七号八号 就把你十跟十二干了 我也拦不住 一三是两狼 十十二是两个好人的话 我可以考虑 如果十是个狼 十二是个好人 那你又在链子 又在狼 我就让你再见 我跟着我的三号 真语言家 走向美好的光明了 好吗 过了 发言完毕 三号 六号 八号 十号 仍在镜上 没有上镜的玩家 请投票 三 二 一 所有玩家 投给三号 三号玩家 当选镜长 拥有1.5票 归票权 昨天晚上是 平安夜 镜长请选择 从镜左或镜右 开始发言 镜右 走二号 走二号玩家 开始发言 哇 我这个二号 怎么可以提前发言 我这个二号 功勋累累 帮你拿了个井辉 对不对 还让我先发言 我说一下 我为什么认 八三号 有可能是真语言家 因为他本身 很少上井 而且我本身 我就认 十号跟 十二号 在这里供出链子 是没有任何的收益的 他是对第三方 团队的不负责任 所以我觉得 十号这么想要 干死一号 有可能是因为 他不在链子里面 我说一下我的思路 首先我认 十号在这里 他又说链子 又说语言家 他没有任何的 收益 他如果是真链子的话 他作为第三方团队 他把自己的链子 卖出来 而且那个 就算他们两个死了 证婚人也没有办法 去刀人 也是狼人死光 证婚人才能刀人 证婚人在接下来的 这个推啊 毒啊 还有包括 狼人的这个刀人啊 是很容易牺牲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真的如他们所言 是一个寓言家 一个鬼魅新娘的组合 十号和十二号 是没有任何收益的 去这样做 所以我认十号 不可能是一个真语言家 所以我认他 只有可能是个狼人 那狼人 有没有可能是链子呢 如果说狼人 十号牌是个狼人 十二号牌是鬼魅新娘 他连了十号 你觉得十号会去汉跳吗 他汉跳去推死一号 他的收益是什么 所以我认为十号牌 既不可能是狼人的链子 也不可能是寓言家的链子 只有可能是狼人 但不是链子 这是我最后推理的结果 而且在家人本来 我就觉得这个三号 因为在我边上 观察的比较细 这个三号在十号发言的时候呢 就是像在看笑话一样的 就没有去仔细地去听十号的发言 所以我认十号跟十二号 应该是两狼 因为狼人刚才那 刚才那局游戏中 他们也是在最后乱世中狗活嘛 他其实 其实就是莫名其妙就赢了嘛 其实他们选择狼 选择一个这样爆的打法 我是唯一能够理解的 但是我不理解 他们是第三方 或者他们是怎么做 会去这样做 然后我自己呢 我这个二号牌是一号 十一号牌的这个手掌牌 因为我刚才那一轮呢 对吧 是确实是已经担任过了 这样一个庄严而又神圣的任务 跟场上的所有人说一下 我呢 必然是场上同胞最多的一张 单身好人牌 那么 在这里呢 我要先跟大家 再跟大家描述一下我的性格 我是单身 但是我这个人脾气就是很倔 所以六号牌这里要打我 我这轮就要打死这个六号牌 六号牌呢 我认为这轮应该是一个证婚人 或者是链子牌 他的发言中没有任何的营养 说我二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信息 五号牌呢 他是说 呃 那三十肯定出十啊 你这样没有收益啊 然后锦下的四张牌呢 全部都把票投给了三号牌 我认为十号牌应该是一个被抛弃的狼人牌 那十二号十号如果是如我所言不在链子里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链子也要慢慢开始盘起来了 呃 一号牌马上是你发言 呃 我认为这个局里面 既然狼人已经找到这么多 唯一语言家我们也认下了 对吧 你们不要说锦下那个四张票全部投到三号 还有反水的空间 就我们大家现在都认三号是个真语言家 十号是一个汉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我们好人轮次是非常领先的 如果你一号牌是个好人牌 是个神牌 我是推荐大家去跳的 我自己实在没办法 我是个普通村民 那刚才有很多跳的机会 好人牌去跳的机会 对吧 没有抓住 所以我认为这一轮既然是预言家拿锦辉 然后又是好人轮次领先 我认为神牌是可以起跳的 呃 你的起跳有助于我们去排坑 有助于我们去更好地去找到链子 其他链上发言呢 八号是个金水 因为它是金水 我也没有太想去聊 呃 我这轮呢 先出十号 然后我要有请六跟十一 包括一这三张牌 好好地去聊一下自己 好吧 是神牌呢 就必然起跳 不然的话呢 你们都是我链子的怀疑对象 呃 包括八号牌也是我链子的怀疑对象 还有那边七号牌 呃 我这轮会挂票十号牌 因为逻辑已经长得很清楚了 好吧 过了 嗯 以九神对小五这张牌的理解 在井上小五还没有发言的情况下 就把小五认成一个预言家 我觉得二号牌应该是一张好人牌吧 就我一号牌就想不通 我只是个普村 你们下这么血本扛推我真的合适吗 就我真的是个普村 普得不能再普得普村 就我都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这样把我扛推出局 我可能是我平常上井 今天不上井 他们觉得我井下可能有身份 但是我觉得井上厅就是五号是把最坏的打算 说的我可能是一个证婚人 那首先啊 这两个已经认链子了 我肯定不在链子里 对吗 其次我不是一张狼人牌 如果是狼人牌 他们今天肯定就不跳了 那他链子跳出来 给我一个普村一个茶茶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讲道理 就我也想不通 但是五号牌他把情况考虑到最差 他怀疑我一号可能是个证婚人 但是他们查查我 就是说把我证婚人再怼出去 然后他们情侣落在台面上 这也不现实啊 因为大家迟早要干第三方的对吗 所以我一号是一张普村 且不是证婚人 但是六号牌 这张牌就很怪 他想让三号来验我 他认你三号是预言家 然后想让六号来验我 那我是十号给的一张茶茶牌 如果说你发了我一张金水牌 六号还拿我说 说哎他是个证婚人 他是一张好人 但他还是第三方 这个理由来扛推我的话 我一号就是白口莫辩 但我一号真的是个普村 我我可以 我希望你三号不要来验我 你往狼坑里边给我验 你验到金水 你让我一号出局 都可以 我都认 但是我不能说 你验了我是一个金水外之位的人 还要说 你是因为你是一个证婚人 验出你是个好人 但是你是个第三方 最后拿这个理由来扛推我 我就无法接受 呃其次一点呢 十二号牌 关键是十二牌抱我茶沙吗 我觉得 哎你是我是个村民 你这么做有什么收益吗 但我没想到十二号牌出来接应他 也就是说十二号跟十号他一闷 一定是认识的 一定是认识的 不然怎么会打出来这样的配合呢 所以为什么要我一号出局呢 那六号的发言就很奇怪 他说女巫读不读这个一号看心情 你又想让女巫来读 我又想让我吃三号的宴 我觉得这个六号 不太好 就井上的发言 八号五号 二号的发言里面 六号最不好 其次这个十一号 直接就说要出我一号 十二号也是想出我一号 十号有可能再狼 对 那么外之位 我身上已经挂了五票了 对吗 就我认为我身上已经挂了五票了 我不管 就是今天如果我被冲出去 没关系 我是个普村 请你女巫开度把这个认 她肯定是个新娘啊 对吗 她井上直接跟十号互动的 她肯定是个坏人牌啊 就今天如果 我肯定三号说归 因为十二号她是认那个新娘的 所以初十二号 一定有外之位的人被连出去 但是初十号的话 十号跟十二号这么互动 那十二号她一定不是好人牌 因为十号她查杀了我 所以说三号你归十二归十 我都能认 如果我不幸被狼人冲出去了 我请女巫晚上把这个认鬼 妹新娘的赌走好吗 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 十号的收益在哪里 我也很 我也很绝望了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脱家带口的要 误我一个拼命排出局 就如果我不幸出局 场上还是一个军事 我不会说 我不认出 但是三号你也不要怀疑 十号在给我一号做身份 你只要 因为你已经验到八号 是一张金水牌了 你现在要找的是 场上的狼人在哪里 就往狼人身上验 你验出来个金水 你说我验出来金水 你一号配合出局 我绝对配合你三号 好吗 就今天 又请这个十二 十和十二 哪个先起飞 不关我的事 我就是个普村 过了 十二号发言 首先呢 我是一个鬼魂新娘 为什么要承认呢 就因为我连了她 那晚上我知道她是一张预言夹牌 我晚上沟通 简单的沟通 我就说不要跳 因为在我身体里面 她只要不跳 我觉得场上就出现不了 就是有人起跳 我就是想着十二人打身推 我就把身份买下去 但是她紧张 她第一个发现她就跳了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在比较先的轮次 就是见面那个东西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好吗 但是她既然起跳了 我连了她 我对她负责 可能对证婚人相对来说 不那么负责 但是没有办法 好吗 因为尊重底牌啊 我连了她 我就对她负责 这个游戏 我希望就是好人 因为你们都认为 我是第三方阵营 那希望你也尊重一下 我们第三方阵营 我们已经裸在台面上了 你女巫看我们不爽 晚上请我们吃毒 你明天看我们不爽 明天请我们吃推 都无所谓的 至少我们现在不能刀人 我们不能刀人 就是我连的预言家 验到了一张狼人牌 那这个狼人牌 是不是应该走在 我们第三方前面呢 是不是应该走在 我们第三方前面呢 我不想先出去 我哪怕狗活那么一晚 多待会面具 我都是开心的 我现在听很多人的发言啊 这个三一定是一的同伴了 虽然出乎我意料 他出来就是个一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 打了一个反心态 他的确我觉得 可能是打了一个反心态 你看他发言之后 你们后织 因为我觉得八枪好人 五六里面我觉得 出狼也顶多出一张 好吧 我不觉得你们两个都是狼 因为你们发言很类似 五是第一个这么聊的 你六虽然有一点跟风 但是我不好判定 你们究竟谁 因为你们发言内容类似 所以你们都在说 这个三的问题 我当时就在想 这个三是个狼 也太憨了 一张链子里的预言家 起跳了 他还要出来救他的队友 因为他其实本质上 他是可以把这张一号牌卖掉的 把这张一号牌卖掉 晚上请我们来一道 对不对 因为如果守卫在场的话 你觉得他会去守时吗 我觉得不会守时呀 守卫肯定 要么就默默地把自己守 而且如果场上只出现一个 如果三没有起跳 就一个时在井上 那一定不会守呀 他一定吃刀呀 是不是这样一个逻辑 而且到现在为止 一张盗贼牌都没有起跳 我觉得盗贼 是个盗贼狼 对吧 他可能是狼加一个神也好 还是名也好 对吗 我希望看到后织会去起跳 因为我觉得 不想多盘一个东西 我现在当我自己是个好人在打 我真的 我只是场上的好人表水 我当我自己是一个 不是鬼魂新娘 我是一个人类新娘 穿着白色婚纱 没想到 我找的新郎 我不知道好吗 我想总归今天先把这张狼牌先出了 如果女巫你真的觉得 我们在场上有威胁 你请我吃毒也可以 明天请我吃推也可以 但是我希望你让我们多活一会儿 让我多聊那么一会儿会儿 我心里憋了很多话 现在这一轮能说那么多呢 我总得帮我链子 一招预言下吧 验到的一张狼牌先干出去 对吗 后织会 我等会儿帮你们找狼 我帮你们找狼 这个交易还可以吧 就这样吧 过了 没有诚意 一点诚意没有 我们来 我觉得这个游戏啊 不用飙水 不用害怕 真的是单身好人啊 就谈方案 我们这么算 14个院长 他是一个鬼门新娘 对吗 那一是个狼 三是个狼嘛 对不对 但链子总归 总归是十跟十二的嘛 链子永远会成为我们好人的敌人 对不对 我提出链子 对吗 出链子 就出链子 你是个游戏家 我相信了 你是个游戏家 但你是个鬼门新娘嘛 你们今天跟我们同志 明天同志 总有一天 你们会在我们家门口 干点什么坏事出来 所以你们总归有一天死 先死也不是什么好坏事 那再来说 是如果是一个冤家 你是一个鬼门新娘 一是个狼 三是个狼 这个三是真的头铁 首先三要面对什么样的情况 一要不聊抱自己 对吗 其二 十跟十二 我相信场上不会认为他们 自己聊不干净自己 你首先要面对十跟十二 两张清清白白的两张好人牌 在 证魂人出来之前 他们永远是好人 对吗 我相信三 顶不住这个压力 那么我们假设 十是一个狼 你是一个鬼门新娘 那 首先这个十 知道 我到底 我建议盗贼是起跳 你不起跳 明天起跳 你的身份一定是洗不干净的 对吗 那如果在盗贼狼队不知道 埋掉了愿家的情况下 到这狼队还有可能不 互通消息呢 我埋了我就不告诉你们 对吗 狼队也是这样的 因为大家都防嘛 那时 以至外之外很有可能愿家起跳 他报一查杀 说白了 无非就是帮你赢 无非就是帮你赢 所以我认为一这张牌 可气 而且 我听了起码你说了三十遍 普通村民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说过这么多的普通村民 一个普通村民 你觉得 你还有什么危险吗 三号一个这么正义凛然的愿家 四票 高票当选警长 你害怕什么呢 出的一定是十跟十二 怎么可能会冲到你一头上了 所以 你的担心 叫我觉得 你好像 太过于担心了 这是我出人发 我觉得 就是 十十二 就先一起搬了 晚上一 就领病毒 反正你是个普通村民 你说了三十遍 我一定已经肯定 你只是个普通村民了 你都说了有五个嘛 你就搬掉一个 这个三就两天嘛 两天不死 那总得也得死吧 那我再跟二号玩家说说 你 我们国家是讲民主的 我觉得你这样 很不讲道理 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国家的 但我觉得上一届 你是哪个会长 这一届你总该轮到我了嘛 或说 我有个参选的权利吧 你不能自己就说 我是个会长干嘛 我是个会员 我不同意 我相信你跟我同阵营 但我觉得 如果十四个狼 十二是个狼 十二是个鬼魂信尿 三 就应该一定是个 他只能是个好人 十得出去 好吗 我的建议就是 白天就出十 十二打包走 一 你就领病毒 三号留两天 好 就验两天人 但我觉得 结外这个身份不一定好 不一定好 我觉得 在你第一时间跳出来 我就能认一下你了 我想不想不通 你有什么样的理由起跳 说 你是个预言家 是个狼 我觉得就把一脉了 往上对着他们一刀 白天他们可能得死 有可能会死 最多往上吃毒 所以我觉得 五号玩家身份不一定好 发言 对不起过了 这局难道又要狼人赢了吗 不是 十二你说呀 你那个地方还往后周围去 炸什么身份 还找什么狼 你埋了一张枪牌 你就告诉他们 你还说什么盗贼狼这种事 他说个盗贼 你就在那一直盯着他看 你就告诉他们 你埋了一张枪 拿了一个鬼魂新娘 哎呀 不是 你不说我来说他们不信的 你明白吗 你还在那地方想去找狼 你不说我来说他们不信的 你们会环顾四周 所有人看 有一张牌是枪牌吗 因为现在场上只有三个神 场上只有三个神 我告诉你们 我跟你们讲 现在场上有三个狼 三个神 你们白天把我们两个练的 这就是我一直在苦恼 我在犹豫 我到底要不要跳的原因 你说我没有收益 九神 你说我没有收益 OK了 我跟你讲讲 我怕狼人比我第三方赢在前面 我说得很清楚 我只赢一手证换人 我都说了我们两个是废物了 我只赢一手证换人 你们都盘正逻辑 盘盘反逻辑 我是个狼 你们想我是个狼 我在链子里 我有三张狼人牌 其他两个都是狼 我让他们跳预言家 行不行 我为什么我要出来送呢 我去卖他们好不好 我干嘛呢 我上来 两个狼都有 一看第三方 滚滚滚滚 把我给干了 干嘛呢 我是个狼 我存在这种逻辑吗 我是个狼 我带着我的鬼魂新娘 不玩的游戏了 我们俩出来送 对吗 就让好人家 狼人一块干我第三方 反正狼人觉得血赚 对吗 可能嘛 我两个狼同伴 一看你是个第三方的狼 你滚吧 对吗 我是真的想让好人赢 因为我在犹豫了半天 不是你们都 所有人都说 晚上还要去验一 可不可以这轮把一出了 别验他了 你们都说 他是我的正婚人 出了他 好吗 这轮就出一 一是个狼 对狼人伤筋动骨 好吗 你把我出了 场上只剩一个守卫 一个女巫 只剩一个守卫 一个女巫 三郎打一个守卫 一个女巫 你们去玩吗 你们去玩吗 如果一刀刀到了女巫 或者一刀刀到了守卫 你们一定能赢吗 我也想赢这个游戏 我说的很清楚 我只赢一手正婚人 就是八尼十三的金水 你这个地方 你如果像井上一样反水 至关重要 我希望你考虑一下你的反水 好吗 因为我是预言家 他是鬼魂新娘 我们第三方抱着想赢的心态 出来告诉好人 这局游戏 要先把一这张狼人牌出了 再去把三这张狼人牌出了 咱们才有可能能赢 因为枪被十二埋掉了 你自己不说 我来说他们不信 对吗 你在那地方 你的原话是什么 你说后这位一定还有一个 盗贼狼会出来 你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要再找那一匹狼 你觉得这两张狼人牌已经出来了 你再找一张狼人牌 谁敢跳盗贼 你就一定知道那张狼人牌是谁 你干嘛不跳呢 因为你那个地方跳了 咱们才有可能这一轮不会被除 好吗 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耗所有人的票 我不知道了 因为我只知道一三是两张狼人牌 我不会告诉你们 我的正婚人是谁的 二十一 四五六七八九 我希望你们所有人这一轮把票投给一 即便你是张狼 请打打倒钩 好吗 因为我已经多告诉了你们的信息 晚上守卫不要来守我 女巫不要来赌我 狼人来刀我没关系 我可以接受 好吗 起身再让他们两狼去打两神 我可以接受 因为我还是赢一手正婚人 对吗 这一轮全票走一 一是我的茶沙 好吗 我是个预言家 我今天晚上会验谁 我今天晚上 因为八景上帮我说话 我没有办法验 我今天晚上去验你张六号牌 好吗 我就验你 好 过了 我比较相信第一轮的发言 第一轮的发言是什么呢 十号牌上来 他发了一号的一张茶沙 然后他对井下的牌是无视的 你跟我九号没对过话 跟四号没对过话 跟七号没对过话 你不要这个警辉的 你们想一想 十一号 他上一轮是一张预言家的时候 他的发言是什么 求你们让我验两天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十号对警辉 没有可求 然后到了三号那个地方发言 你们想三号要是一张狼牌的话 他要顶住十号和十二号 这两个好人的压力 特别是十二号 这张好人状态无敌的压力 去救他的一号的这个 很可能 发言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狼队友 可能吗 再加上三号的发言里面 是有底下的牌的 且他聊的两遍 都聊的非常的好 所以我识认三号是预言家的 那 再基于这个逻辑 我再来盘一下 那十号他这样干的收益是什么呢 他刚才已经全部告诉我了 他的收益呢 就是跟你们打一个反心态 我是一个 他有两个身份 第一张 第一个是一张狼牌 第二个呢 是一个第三方正义里面的牌 他就起来预言家 他干嘛呢 他要出狼 他要去保自己的争活人 这个是他可能的两个收益 好 那我说到一号牌 就是我跟陶子玩过很多牌 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做多的一排 上来说 我真的是一张傅村 我是一张傅村 我是一张傅村 说了不下五遍 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傅村 且你认为你自己有可能被出 哎大哥 所有人都头三号 警商发言五号六号都要出十号 你怎么可能被出呢 那你我觉得你是一个狼人牌的心态 才会在这个地方发出这样的言 所以我分析了一下 那十号可能是一张 应该就是一张狼且链子里的牌 跟十二号是做成一对 然后他想 他想预言 跳预言家是 先出掉他的狼队友 因为狼队友不可能被刀 然后再去葬这个真预言家 应该是这样一个套路 所以十号一张狼牌 一号一张狼牌 十二号链子一张牌 二号和十一号身份 我觉得听起来相对比较好 三号是预言家 八号你精神 八号精神你分不清预言家 我不怪你对吗 因为你经常分不清楚 然后这个时候我在想 还有一张狼牌是谁呢 前面位我应该没有了 应该是在后面是谁 我不知道 然后那我在想 这个十号他要尽力去保的 这个证婚人是谁 所以呢 从十号到三号发言结束之后 我就开始听后面的发言 我觉得还有可能是这张五号牌 为什么 五号牌上来的发言是 那先出十号啊 反正十号是个链子 三号十号的预言家 我真的分不清楚 但是聊着聊着 到最后他就说了一句 那十号大概是一张狼牌 最后是要站三号边出十号 所以我觉得五号的视角 是很奇怪的 他非常急语的想 先证明自己跟十号的关系 先出十号 然后又说自己分不清预言家 最后又说十号 大概率是让狼要出十号 所以我觉得五号 他聊的是有问题的 且五号是第一个 把一号可能打成一张 真婚人的牌 你那个位置 你为什么去聊 真婚人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十号 有可能是想去 保这个五号的真婚人 他们留下的就是五号这个 叫什么 小火苗 所以呢我觉得五号有可能 打一个反心态的 一个真婚人牌 对这个是我的分析 那我是什么身份呢 我就是一张单身 普通村民牌 我觉得我跟二号是一个阵营 跟十一号是一个阵营 我们是一个阵营 同阵营的 对吧 那三号是我认的预言家 八号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 对 但是我觉得你这种 犹豫不决的性格呢 是时候拿出男人的气概 去支持自己心中的一人家 对吧 如果你是一个单身狗的话呢 单身好人的话呢 可以一起加入我们的阵营 哎 我觉得先出十号是什么问题的 他在我心中是一个狼且第三方 对吧 先出十号 然后这个 大家想想看 还有就是六号这个问题 六号这个身份我不知道 但是一号去打这个六号 十号去打这个六号 都打这个六号 且六号是要三号去验一号的牌 我觉得六号身份还可以 就是相比五号和六号 谁是那个真伙人呢 我觉得五号更像一张真伙人 他聊的是有前后矛盾 加第一个先去聊一号 是真伙人的事情 我觉得真伙人的视角 才会这样去响应自己的身份 所以这个 我是一个单身好人 这一轮我会出十 过 我知道九是一个单身好人 我也是 我只是很心疼这个十二 因为 我觉得不如离婚吧 因为这十二才是被骗的那个 因为我井上 为什么分不清 因为找不到十的任何收益 当十聊完天以后 我才发现这个十 真的是没任何收益 他底牌是个狼 他又被连了 他懵逼了 他自己不知道怎么玩了 所以十在那个位置跳了 所以十 我认为你是一个狼 你还骗了 你娶的那个人 我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这个十二很单纯的认为 这个十是一个预言家 但十的底牌是个狼 两个人可以说我是预言家 那十二 因为他们两个总不可能说谎 但问题就是一个狼 去骗了其他的那个人 我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十二 他的底牌是一个鬼魂新娘 他总一乡情愿地认为 我嫁了那个人 他说什么 是什么 但问题是 就是被骗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十二的表情 就一直这样 我怎么被骗了那个 你说这个十有任何收益吗 没有 但他底牌就是个狼 因为太简单 你说十二是个盗贼 埋了猎人 拿了鬼魂新娘 现实吗 他是个盗贼 埋了个猎人 拿了鬼魂新娘 你的底牌是个预言家 你们俩一对 你是个预言家 他是个鬼魂新娘 你就不起跳 他扔个枪 把你使饱了 你们两个在场上永生 你们跟我们好人是亲戚吗 今天就一定要出这个一 对吗 所以骗人的是谁 是这个十 他骗的是谁呢 骗的是这个十二 全场所有人都没有被骗 只有一个人被骗了 是那个新娘 所以我特别心疼这个十二 对吗 还要陪着这个十去死 我也真是莫名其妙 我想这个十什么 什么个情况 他真没任何收益 事实他就没任何收益 他就想骗骗这个十二 十二被他骗了 所以这个十一言的时候就说 十二 嘿嘿 这次终于骗到你了 对吗 十一摇头 那你就摇头吧 好吗 无所谓 因为我认不出十是预言家的任何点 十五个底牌是个预言家 他说的得是真话吧 那十二就是个盗贼 买了个猎人 拿了个鬼魂新娘 那十二是不是可以穿个猎人衣服 在场上活着 他干嘛 十是个预言家 骗了个狼 跟狼有什么关系呢 他就引下去 十二也引下去 十二扔个枪把尸宝了 不就完了吗 这个世界 所以世界就这么简单 这个十只能底牌是个狼 其他没什么了 我沾边三出十 好吗 因为你说的这个故事很动人 但我为十二号不值 我不知道一个 埋了猎人的鬼魂新娘 为什么要陪着你去死 我难以接受你心里的好人 好人 有这么伟大的好人 如果你真是这么伟大的好人 明天就把一组了 我再把三番水给出了 好吗 明天再说 明天没关系没关系 够了 这六号这张身份牌 有点危险 十 十唯一我想到的收益就是 他要去验你这张六号牌 最后再 如果他活下来以后 说你六号是好人 有这种可能 九号是才五号想整婚人 我觉得五六都有可能 这两张牌其实我一点也不在乎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张牌都当好人 都那么能分析 是不是 狼人如果留着他 那他肯定有问题 狼人不留他 他肯定死在我七号前面了 对不对 我们小平民的心态就是 狗到最后 然后生推 但是五六这两兄弟 如果分析的太多的话 怕是一会就要吃刀了 所以 十号呢 肯定我觉得不像个预言家 因为井上第一轮的状态 三号实在是太好了 且没有科本 就是发言嘛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流畅 当你在思考的时候 你可能是心里面有点虚 或者是营养不足 还需要补一补的时候 但是三号呢 流畅 且流的井辉流呢 我觉得合理 但区别就是 是不是先验凉七再验凉四好一点 四呢 当狼的话 我们一会给他点压力啊 五号 给他点压力 咱们看看 能不能试探一番 对不对 但是六号 六号这个派 我觉得是十号唯一 有可能有收益的点 所以我踩一脚六号 当然了 你要是神 我踩着你了呢 你也别 别跳个神拍我 我觉得不用 因为离六号的轮次 还早着呢 对吧 我只是觉得 十号唯一有可能的收益 就是他要验这张六号 因为我觉得六号不需要演 为什么要验六号 六又不在井下 对吧 也不是第一个 站出来打十的人 有没有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啊 为什么要验这张六号 唯一的可能的收益 就是六号是正婚人 如果说十十二的话 你去心疼十二号 我觉得没必要 就是 到时候你分析错了 玩错了 最后还啪啪 扇自己大嘴巴 多难受 三号你看啊 八号那么心疼十二 出十二 你十二 好人总不能认新娘 对不对 你出这个十二 让十顺情 因为十不配让十二顺情 我是这么觉得 出这个十二 好吧 我是这么想的 过了 我觉得你仅会留 验一下四七吧 两张牌 我感觉啊 聊下来 八号有可能是那张正婚人 因为八号在聊十和十二的时候 是带着一种惋惜的色彩 可能他跟你十二关系太好了 他发言中有一半的篇幅 是对十二号这张牌 特别的惋惜 就是我不知道十号 为什么要起来跳 我真替十二号可惜 你被骗了 不是 你干嘛要惋惜这两张牌呢 我个人认为 这个情绪不对 我觉得啊 就出十一十二啊 无所谓啊 十二十随便出啊 呃 十号牌啊 我给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像一张狼人牌 呃 你就是一个真的语言家 你被连在链子里了 我觉得啊 我是一张好人牌 我都没有那么想帮好人赢 我觉得就 大家玩得开心就行了 狼人玩得好 狼人赢 第三方玩得好 第三方赢 我觉得都很好 哇 你是那种就是 我是第三方 但我特别想要好人赢 我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就在过去啊 就是白纯温 你懂吗 就是那种 我的国家死不死 不重要 我要来救你们 你们太惨了 你们好人牌 太可怜了 我第三方三个人 我们什么也不是 我就要来救你们 就十号牌 这种高风亮节 我难以理解 我认为你的出发点 太高尚了 真的 你那种就是 为好人 哇呀 急啊 你的 你的情侣 十二号 埋了一张盗贼 你痛心疾首 你怎么不跳 你为什么不说 你不说 你一旦死了 好人牌不知道 他们怎么办 哇 你这个就是 我觉得 怎么会有这种第三方 怎么会有这种第三方 就是 你这个啊 我觉得啊 有点过了 有点过了 我一张好人牌 我都没有那么大的抱负 太过了 我觉得 你就走吧 上路吧 然后这个八号牌 挺晚期十二号的 然后七号牌呢 我觉得你四五七里边 验一下 一号牌呢 我觉得 你就吃毒也无所谓 因为你这张牌 确实没法 把你给摘出来了 因为你已经是属于一个 虽然 十二做了你的身份 但是呢 你的发言真的不好 什么外置 会验个精髓 你就吃扛推 真吃扛推那天 你又不会走 你又开始 啊 分裂力变了 对吧 你就吃个毒 让你就没有扛推的机会 那一号牌就吃个毒 当然 当然我只是随便说的 不代表就是 你要是女巫啊 你也别读我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牌 我就是个普村 我是真的普村 那四七两张牌呢 七号牌 我觉得这一轮聊的 有点奇怪 因为他特别想让你来验我六 其实我觉得五六两张牌 我认同九号发言 我觉得他是好人牌 因为五号牌 其实他是第一个点出来的 那我其实是在分析 一号可能是狼人牌 我分析十号是狼人牌 但是我觉得五号牌呢 在四七后面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五号牌是第一张起来 去打这个十和十二的 它是一张狼人牌 或者是真婚人牌 我觉得打得也太早了一些 容易成为一张焦点 而且没有必要去那么早去打 就我是一个正婚人 假设我是一个正婚人 我前几位两张前女牌起跳了 我第一个去打 是不是有一点不太人道呢 就是你们要考虑一下 十二号的感受 对吧 我是一个正婚人 哇 我知道啊 我别的不知道 我知道十十二被连了 第一天 砰 十二号 哇 凌空被炸了 然后呢 我第一 我只因为一首正婚人了 我第一个位置 我说这两个人 绝对不是好东西 救出他俩 我就太无情了吧 这十二的世界里面 就是天寒地冻 左边给他一个大嘴巴子 右边又一个飞腿 感觉这个十二的心情 简直跌了谷底 我觉得这个五号牌 不太像 五六 我相对 我知道我的身份 我觉得 我建议你演四七 四号牌 这个表情不太像一个 好人牌 一号吃不吃毒 你们自己看着来 反正我 我跟你们分享的 然后我 我说你二号信息量大呢 也是基于我在 在井上的判断 因为你确实信息量很大 在我的世界里面 我觉得都两张牌 打出一套组合拳了 你还能认为后边有个预言家 我是确实想不到 哎 后边三号牌真起跳了 果然是有一种 不同于这个桌面的频段 在不断的联系 这是一种 哇 的力量 哎 我觉得 好吧 我就翻译到这儿 后边还有人在翻译 我觉得 十号牌 我建议你不要抱 因为你尊重一下十二号 你好歹让十二号有一个遗言 对吧 你已经 骗了他 然后呢 还选择了 坑了他 他还信任地连了你 哎 这个东西说不清啊 过来 好 哎 我来揭穿十号的战术 对吧 听完大爆圈发言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 一号 就是那个证婚人 十号 他自己是张狼人牌 他玩了一个战术 自己呢 卖出自己的情侣 然后呢 发给一茶沙 你听这段发言 特别奇怪 一 强调自己是个普村 普村普村 强调了很多次 那一号呢 他就是个平民 你验他 他也是个平民 因为他事章 证婚人 其实十和十二 十号很诚实 十号起身 第一句话说 哎 我把所有需要 都寄予这个 证婚人上面了 然后这局的发言呢 一号起身 猛打十和十二 十和十二 猛 猛聊这个一 进行硬出一出一 弄得十和十二 以及这个一对立 以及这张九 九呢 它是张狼人牌 十呢 是张情侣狼人牌 对于九来讲 十你出局吧 我不管 你出吧 但是九呢 他为什么有可能 是张狼人牌啊 他把一做成一张狼人牌 因为一绝对不可能 是张狼人牌 所以九 在外之外找坑位 他这张八也不好 八说 十和十二 十骗了十二 不是 这个游戏 一日夫妻百日恩 你觉得十二 这天晚上啊 晚上起身 十和十二 见面了 十二说 我是一个 这个盗贼 我把 就按十号说 我把枪埋了 我把枪埋了之后呢 你呢 就起跳 那十号有可能骗他吗 对不对 十号肯定说 那我就是狼啊 十号为什么要骗十二号呢 就你八号说的一路 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所以我觉得七八九里边 应该会出狼 我们在盘 八还说 说这个十啊 他起身 他突然第一个发现 他不会玩了 就你觉得十 他天天练这个板子 他能是不会玩的吗 这个人绝对是 早就想好这个战术 就来这边演的 这个十呢 出局 他是张这个情侣狼人牌 我们可以这么玩 我提个建议 我提个建议 我们今天出这张一 把一出了 晚上呢 女巫把这个十读了 哎 一加三口 全部送走 你这么想 十号收益在哪 十号没有收益 只有可能一手 十号去保这张一 故意和一做成对立面 然后呢 一号是这张证婚人 十狼人牌 十二鬼灭新娘 这是十的整个的 这个战术历程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信我 我这把就张普通村民牌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十号 我现在还有一点没想通啊 就十号给十二地话 说你干嘛 埋了个猎人 你不跳什么的 我一直没有概括到这个点 我不明白十号说这句话 给十二号的用意是什么 我也 我觉得有可能是扰乱视听 但是我不是张猎人 我是张平民牌 因为九号打我是张证婚人 那 那你九号 因为每个人都没有办法证明自己 不是证婚人 所以你九号打我是证婚人 我理都不理你的 你有可能是张狼人牌 所以三你把九咽了 我觉得九八七里面出狼 这是我的想法 因为九盘一是狼 这逻辑是错的 他在外置位找康推位 以及八说十会骗十二 不可能 这两个人见面 肯定是情侣之间交换完所有情侣 那十不是有病吗 他骗十二干嘛 这个人内心得扭曲到什么程度 还有一为什么绝对不可能是狼 因为十号和十二号是情侣 这晚上一睁眼 十号我自己是张情侣狼 我要起身汗跳 帮我不是自己阵营的另外一个狼 做身份 你们觉得说得通吗 所以一绝对不可能是张狼人牌 你按照逻辑盘 八九的分析都有问题 七号发扬过少 张六我觉得是张狼人牌 张四我觉得还行 因为有一个点 在十号说十二号 没枪的时候 四号特别惊艳 可能别人没看到 四号特别惊讶 然后他还自己把自己的手枪拿起来了 所以我 但是我不是迷你四号身份 我不知道四号是不是强 但我只是把我这个位置该盘的盘了 我的建议就是先出这张一 然后读十 这样可能对十更残忍一些 我第一天就把你所有的战术都曝光了 当然你的位置你是冤家 你也可以归这个十 然后至于一的问题 因为一时整婚人可以在之后轮次出 我反正把这个逻辑都讲出来了 这是我觉得我应该猜对了 好吧 我过了 四号玩家发言 四号玩家也算是莫志伟总结发言了 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这个十一定是个狼了 然后 我觉得还剩下两狼 我觉得囚徒有可能是个狼 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脾气很差的人 谁打我我就打谁 更何况我这把还底牌压制 我在这跟你三号玩家承诺 我是一个单身猎人 我帮你排个水 你今天要验就是验六 因为他踩了我 我不是很舒服 他说 你四号玩家表情这么难看 那你可能是个狼 我表情怎么样 你凭什么能判定我是什么身份呢 我冲你笑 对吧 你也可以说 你笑了你是个狼 我表情不太好 有点闪神 你就说四号的表情不太好 也是个狼 这我就不是很乐意了 更何况这把底牌压制 我在此向你承诺 当你哪天需要我开枪的时候 我一定挺身而出 就是说 直接出来开枪 我的枪会流是这个六号 就哪天狼人把我砍了 我的枪会流也是这个六号 就在此跟狼人做一笔交易 哪天砍到我头上 我的枪一定是对准六号的 然后我觉得 囚徒是个狼 石是个狼 我今天会跟你出十 你要验 你去验七 就六七 你从六七里面去验 这个七 他虽然发现有点少 但他有一句话 我觉得 作为一个狼 他说不是这话 他说 他说 你是不是应该什么 换一下验人顺据 换成七四顺焰呢 那我觉得 他如果是个狼的话 他也没必要这么冲出来 找你找死吧 对吧 自己本身发言又不太好 又跟你只说一个七四顺焰 对吧 他就特别想拿个精髓 所以我觉得 你可以换一换六七顺焰 我是个枪 而且是个单身枪 是可以为你做事的枪 然后这个石 他在那对着十二号 穷对话说 你是个盗贼 你昨天把猎人埋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所以我就表示很奇怪 这是一个什么套路 后来我只能 就像JY跟八号说的一样 他只能是个狼 是吧 基于谁是那个证婚人 我不知道 证婚人之东西不好找 我只能先出狼 我认为石是个狼 先把石出了 你仅会留就留六 好吧 我是一个单身正义的枪 过 三号发言 就是 首先这个石号是跟我汗跳的 但是我看到你在那边 表演 我觉得你好辛苦啊 就是你上老人牌 其实你就不如认了 因为 我还要盘倒钩对吗 因为所有的人都占编我了 我首先一定要找倒钩 还要找一张证婚人 因为呢 前面这个 让我验这个一的呢 是这个五号牌 因为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你们让我验这个一干嘛 因为证婚人 如果是一张好人牌 他验出来也是一张好人牌 我紧快要给他 我觉得五号那个发言不是特别好 而且他刚刚打了九号这张牌 我觉得九号像一张好人牌 他在那个位置 是直接就是把这种 把十跟十二的一些套路 全部都说出来 我觉得他要是张 他是张狼人牌吗 我 因为我听下来啊 二还可以 十一还可以 九还可以 八是我的精髓 那四十把枪 只有五六七三个位置了 以至十一定是张狼人牌 那我还要找两张狼人牌对吗 这个七因为发言比较简短 然后他刚求验 所以我很怕 他是一张正货人牌 因为如果但凡正货人牌 是一张好人牌 那我验了他 他能吃个井货 就多了零点五票 所以我当时就说 第一轮我不是很想验五六对吗 那我听下来 我觉得五不太好 五还去保了六 那我尊重这张四对吧 就是他刚刚这样子跟我对话 那我先把这张六验了 我六七顺验吧 因为我觉得五 我觉得五更像一张狼人牌 他去打九 那你们五跟九 两个人要互打 你们家伙儿再一轮PK 因为我只是一张预言家牌 我只能验好人跟狼人 我验不到正货人是谁 对吗 所以我先把狼找出来 至于正货人不正货人 我们到时候再牌 这个十跟我对调 它是一张狼人牌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骗这个十二 反正你就是嫁了一个狼人 怎么办呢 你还要帮他打山洞 因为刚刚开始 他说你买了张枪牌 我还有点担心 因为我早晚要吃刀的一张牌 那万一就神少了 但是我现在听下来 这个四号跳枪 我很怕十二号是买了一张神牌 我不知道 大概率 我觉得有可能是张首位牌 所以我觉得场上还是挺危险的 十跟十二 如果是链子牌的话 那他们会选谁是正货人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方向 八我不知道 反正他是我验的好人牌 六七顺验 反正知道警惠 大家在排一排是不是正货人 因为我就算 就算首位在场 我也就多活两轮嘛 好吗 所以这一轮我肯定 初十跟我焊票的 然后六七顺验 好吗 三号发言完毕 发言完毕 警长请归票 请归十 所有玩家请投票 三 二 一 十号玩家投给一号 其余所有玩家投给十号 十号玩家出局 十二号玩家殉情 十号十二号请留一眼 是这样的 八号玩家别做梦 好吗 我晚上不可能去骗十二 因为我们俩是一家人 我怎么可能还晚上骗十二 我如果是个狼 我告诉他我是个愿家 我是不是脑子抽了 对吗 啊 那么我来跟八说 跟所有 因为八是讲逻辑的 八自信满满 说 我是一个语言家 十二埋了一个枪 他跳一杆枪 保我十 我们两个永生 如果我的证婚人是个好人 晚上狼人一刀 把我十十二里面刀一刀 我玩什么 三郎 就很明显了 一三四 对吗 就是因为很简单 哎 死开不了那一枪 因为十二告诉我 我不信十二骗我 说他埋了一个枪 是个假的 因为我们两个 是永远不可能对骗的 四 明天你们不信我没关系 不读一没关系 不出三没关系 明天你让这个三四开枪嘛 好吗 你们让他开枪 开不了的 女巫 信我 今天晚上把一读了 好吗 你们都觉得三好 你们把一读了 白天 你们让四开枪 然后呢 四 开不了这一枪 三就出局 这个游戏 还有可能能打 好吗 一三四三张牌全走了 你们再去找我的证婚人 好吗 现在场上胜两神 守卫今天晚上记住守自己 因为如果你死了 也许去找一些数 第三方加油 好人加油 好吧 十二你说吧 笑啊 继续笑啊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等会你好好人赢啊 你给我看看吧 场上就一个守卫 就一个女巫赢啊 对不对 我带他跳了运言架 我还能跳出来 我是盗贼的呀 告诉狼人这个信息吗 我告诉大家 我是一张猎人 加鬼魂新娘 我选了鬼魂新娘 然后我这边的搭档 是一个真远家 我不懂为什么他要跳 那你想想看 但凡他不起跳 你们这一盘也不起跳 哎 三张狼人牌 你们推得到吗 而狼人赢 跟我们第三方赢可不一样 第三方他只需要 把那个给刀掉就行了 对吗 但凡刀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一下子 两张神走掉 接下来狼人的获胜条件 非常非常的轻松 好吗 我就告诉你们 女巫你不独一 明天一三四一定在场 他们只需要去找守卫和女巫 只要找两张 哎 但凡刀到了 他们就赢了 好吗 我觉得这盘大概给狼是获胜的 过了呀 就这样吧 我能跟场上好人说的就这么多 好吗 过了 一言结束 十号 十二号 请离场 游戏继续 天黑 请闭眼 天亮了 昨天晚上是 平安夜 警长请选择 从警左或警右 开始发言 五号玩家自爆 五号玩家 请离场 游戏继续 天黑 请闭眼 天亮了 昨天晚上死亡的是 一号和三号 一号三号请离场 八号玩家成为警长 警长请选择 从警左或警右 开始发言 警左 从九号玩家 开始发言 九号玩家发言 就是 五号是一张 老人排他自爆了 然后三号是被刀的预言家 就是说 有一个平安夜 我们是有守卫在场的 然后昨天晚上是双死 然后 那应该是女巫在场的 还有一张枪牌在场 那现在场上的话 也就是说 最多是剩下一张狼人排 我们现在 现在把这个狼人排找出来 然后还有一张 可能有一张 证婚人排 因为我听警上的发言 我认二和十一是好人排 那我觉得有可能 做成那张狼排的 可能是这张四号牌 因为 十二号牌 他说是 把鬼魂新娘和猎人 去埋掉了猎人 拿的鬼魂新娘 然后十号玩家 他在最后说的是 你四号有可能 开出这杆枪吗 你开不出这杆枪 现在场上是神多的 对不对 那你出你四号牌 也无所谓啊 对吗 你四号牌在带 是不是 现在已知守卫在场 女巫是在场的 因为我认二和十一 是两张好人排 八号又是精髓 然后六七 他这个身份的话 我不知道 是两张好人排 撕掉 两张好人排给你 对吧 如果当时有狼的话 应该会给另外一个人 不可能两张都是狼人 那如果两张是好人排 那我觉得是 二和十一 我听下来像好人排 然后又 这边又是精髓 那是不是应该 就出你四号牌 开枪呢 对吗 如果你是枪 你就开枪 带你心中的狼 对吧 我排下来 只有可能你进狼坑了呀 就是二和十一还可以 那如果真的 二和十一排的话呢 那我觉得 二的狼面稍微比十一大一点 因为二号牌的逻辑 没有十一正 在此前我听过来 就是我跟 我是一只单身汪牌 对对对 请八号警长相信我 过了 我说假认一号是一个狼人 那么厂商现在狼人已经没有了 就是一五十三匹狼 我觉得出四不太符合逻辑 讲道理 因为三吃了刀 就证明四一定是一个猎人 他唯一你要出他的理由 是因为他是一个 证婚人 只有这一点 可以去出四 你说他不是个猎人 他一定是一个猎人 对吗 他跳猎人 去打十出局 无非就是帮三嘛 但是三吃了刀 怎么说都说不清楚 出四 那你想想看四如果是一个狼人 十是他的狼同伴 他在墨子里跳一杆枪 是不是枪 总有一天会穿帮的嘛 如果出狼 就一定是你久了 我认为是这样的 如果一是一个证婚人 场上六七是两个好人 一是那个包装成 证婚人的一号玩家 吃了毒要走 狼就一定是你九号玩家 因为我宝巴逻辑很简单 巴说了一个天马行空 我听着都差点尴尬的吐了 他告诉我 一个狼人摸了一个底牌 跟一个鬼门现场说 他底牌是一个狼 你说他是个医院家 这不可能的 这要摸牌那颗 要骗 他有什么道理 去骗他的童阵营呢 对吧 你提了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真不像个征婚人 好吗 我觉得二这种行为 我觉得更能说明 如果他是一个狼 或者征婚人 他干嘛处心积虑的 一定要好像 为补仙智一样 告诉你们三呢 对吧 我觉得三举手 总归有点什么要说的 那么椅子场上 现在有三神 守卫在 牛在 猎人在 假设十一二四 就是神的身份 那么你们四张 可能出了一张狼人牌 和三张平民牌 我先说 我是个守卫 第一天 我奶爸 理由你知道 我就想奶死你 真的 就想奶死你 但第二天 我去奶山 就是想知道 六七两个人的身份 而不想交代一个 我守三 是我自己的心路历程 我觉得十二在那个位置 十如果还能伪装一下 十二我觉得他聊炸了 十二聊天 他一定不是一个好人心态了 或者说 他不是一个 真正在说实话的人 所以我守三 而三 跟我一样认到五十个狼 我就更坚定不可以守三 昨天晚上我空手了 你们不用妄想来砍我 我也不会跟你们 赌轮次或者赌心态 因为没有轮次可赌 我一定会自首 好吗 我也不可能是一个证婚人 我跳有两个理由 一 我觉得我们三神俱在 我不知道神是不是那个证婚人 但我已经不是了 所以我害怕 巴尔可能会从中找到 我这个守卫把我推了 我很害怕巴尔哪几回 起跳守卫 好吗 都发表一下意见 但是你们千万不要试图来误我 好吗 我一定是个守卫 我也相信你是一个猎人 我保留对你怀疑 是不是一个证婚人 但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猎人 这没得变 好吗 如果你认为场上的狼人 还有狼 你就出九 如果你觉得 没有狼人了 你要出那个证婚人 我觉得 六可能有点像 我停下来是这样的 因为五说六是个好人 六说五是个好人 我觉得五 在井上就不太好 在井下就聊赞了 他说七八九出两狼 不可能的事情 好吗 我发言就这样 我都发言过了 好 二号单身 好人团团长发言 首先 先给予这个十一号一定的 许可 认可 因为毕竟十一号 跳了一个神 对吧 我们呢 在这个讲究的是一个 好人之间 不互相欺骗 这很重要 我认为十一号 跳这个守卫呢 我是可以认下来的 然后呢 我跟你九号玩家对话一下 这样 你认为十号 是个什么身份走的 十号 他只有可能是个狼人身份走的 对吧 他是一个链子里面的 跳渔家的牌 然后呢 三号是连吃两刀的牌 这个你能认下来吧 那么十号一定是个汉跳 所以十号一定是个狼人走的 这个没有问题吧 那么五号是个自爆的 也是个狼人走的 那场上只有一狼 如果说这个锦辉 他的锦辉流是六七 顺艳 他如果二四练出六七里面 有一张狼牌 他一定会把锦辉给另外一个 但是他给了八 不可能六七两狼 所以说六七两个狼 两个位置排了 这个一号呢 我觉得大概就是一个正婚人走的 因为他应该不在五号的队伍里面 我们再去想一个逻辑啊 就是十号跟十二号的一眼里面 他们疯狂的说 这个十二号是埋了一张猎人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现在有没有任何一张盗贼牌起跳 没有 对吗 没有盗贼牌起跳 所以这个局势一定有人拿到盗贼牌的 这个盗贼牌如果拿到好人 首先他不可能埋了预言家 因为两个预言家已经对冲了 也不可能埋了女巫 因为女巫已经毒了这个一号了 也不可能埋了守卫 因为守卫已经跳出来了 那只有可能埋了枪 对吧 他在这个位置他疯狂去强调 他其实是埋了一个枪牌 我认为呢 应该是真的 我认为应该是真的 所以场上应该只有两神 这是我的判断 我现在认呢 一号是一个证婚人被毒死的 然后你四号呢 是一个狼人 是五号十号和四号这样的一个配置 我认为你如果是个枪的话 你先去绷这个九号 这轮我是会归你这个四号 因为我在我的眼里 四号应该是最后一狼 六七八三个金水 这轮我们一定是找狼 对吗 你觉得九号有问题 我觉得先出枪较为稳妥 你如果说 你觉得我这顿发言对你有攻击 你把我绷了 如果九号是最后一狼 那么还剩一个守卫和一个女巫 你也可以选择我 我觉得我们好人也输不了 输只输证婚人这一手 狼人这一手输不了 如果六七八三个人 都没有人跳守卫 都没有人跳盗贼 我一定出你这种四号牌 我也希望六七八 好好考虑一下我的逻辑 二号发言过了 四号发言 四号发言 我先跟你二号玩家说一下 你要出我可以 但是先放在下一轮行不行 今天先把九出了 因为九是第一个起来说 要出我枪了 我对他狂点头 我说可以 出了我 我一定把你一起送走 然后我想告诉你 我一定是一杆真枪 首先假设我如果是一个盗贼 一杆枪一杆狼 我选了个狼 埋了个盗贼 埋了个枪 那他们就不应该 第一天就直接 对着你们所有的人说 这个四一定开不了枪 一定开不了枪 第二天你们把三毒了 先把一毒了 第二天再把四出了 最后五再来自爆 那他这么干 他是不是就已经是个 白球人打法了 因为他那个预言家已经撩爆了 对不对 你们所有人都不相信他 他最后还要把我 还要把我这个狼同伴 一起给大家供出来 最后五再自爆 那么是不是 假设按照理论 我们四五十三 我们三兄弟 三狼三兄弟 是不是直接就数据了 然后还把那个 还把他的一个 那个什么 连着他人也一起带走了 他剩下就只能靠 只能靠那个 就是什么证换人营了 你们现在都认一是个证换人 那他这么打 他们是不是就已经白球人了 我一定是一杆能开枪的枪 但是这一轮先把酒出了 先把酒出了好吗 把酒出了 如果游戏没结束 下一轮请让我开枪 我把你带走 听不听 因为你没跳女巫 你只跳了个平民 场上平民多 我只能带你 因为后面的都是精水 最后如果我带了你 游戏还不结束 那他们四个人再去PK 我们也就省一点脑汁 对不对 这一轮你不管怎么样 尊重游戏都出不到我 现在发言发到现在 只有七号玩家 是一个发言发的最少的人 对吧 就八号跟六号 都发的比七号多 那你有没有想 想听听看七号 是什么样发言的 虽然他验出来 是张精水牌 就像三号说的 七号说 你三号的警惠流 能不能改一改 改成七次顺验 那他是不是有可能 就是那张振奋人 他急求于一验 来拿到一张精水 这样他才能在场上存活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就想问酒声 我是敢枪 一定能开枪的枪 出酒 过 我发言 这轮先出酒吧 出了酒 是应该结束了 一号 征服人都死了 十号是个 我讲一下十号的 总格战术体系 它是一张狼人牌 它和十二号连在一起 它发一号一张 查杀 一号是个征服人 其实一号也挺迷茫的 也是 那十二号起来 也不理解 那其实呢 他为了 他只是想死 用他的死 来保一号 他一定要出局 他怎么才能让别人 所有的人认为 他是张狼牌呢 就是他说 他埋了一杆枪 因为他那个位置 跳了一杆枪 后面的真枪 一定会出来 真枪一出来 因为你真枪不出来 很有可能 真枪的世界里面 会觉得 三号和一号 有可能会死 想救一个好人 那真枪就会出来 真枪出来是为了印证 十十二是狼 那真枪一出来 印证了十十二是狼 是不是大概率就认为 一号是狼好人牌呢 那一号呢 又可以被三号验 那又可以在世界里面 在你们的世界里面 觉得他是狼好人牌 所以说他就能藏下来 他只赢这一手 那一号死了呢 其实一切对他们来说 最已经不重要 那我们再来讲 十十二一 这个团队已经覆灭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五号牌也自爆了 五号牌打了九号牌 因为这六七两张金水 其实五号牌自爆 就已经交代了 九号牌就只能出局了 这张枪牌出来呢 就更印证了我所有的想法 就是十二号这张牌和十号 就是出来送 因为你一定会起跳的 这是他们打的这个战术 破釜沉舟 其实出来送两张一个链子 就链子早晚都会死 然后呢 在讲什么呢 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吧 把九号出了 应该游戏结束了 过了 其实很想读五号啊 但是那天晚上我还是抬了一手 很仁慈的 没有读五号玩家 因为呢 其实五号玩家在我那特别不做好 但是我也想 反正这轮肯定是刀三嘛 我下一轮再听他一轮发言 如果他还是那么发言不好 再读他 让他给自爆了 那没吃到这瓶毒 我觉得我这一季还是挺遗憾的 这一季就拿了两把女巫吧 三把女巫 就没有机会 读过一次 我想起来了 读错了一次 这也是我仁慈的一个原因 所以没读五号 11号是第一天的饮水 因为如果狼队是链子的话 应该不能接受刀整婚人 所以呢 就是说 6号分析的呢 我刚才是同意的 但是同样的 我再说一下 如果1号不是整婚人出去的 我们推完9之后 还是要在第二天继续干的 继续干的情况 那就是裸聊生推 那11号我能保 我是考虑一下 11号形象这么差 我要是再不救他 场上没人能救他 所以11号玩家 好好尊重一下 7号玩家抬了你一手 出卡特琳娜 我觉得可以接受 但是这个鼠大王嘛 他说的我觉得 在我心里是同意的 就是要出鼠大王 也是第二天再出 因为守卫在 女巫在 两神在的情况下 晚上一定不会被狼人打死 那第二天初四 四开枪带没有验过的金水2号 然后我们四个在裸聊 好吧 7号是女巫牌 觉得 我一开始在仔细想 5号 现在其实5号自爆 已经能说通了 5号为什么就认1号 不能是狼呢 因为1有可能又是狼 又是那个征婚人 然后食材这么大 这没办法了 就是又要么我查杀成功 然后要么我查杀失败 然后把1就给保下来了嘛 所以现在5号自爆也都清楚了 好吧 那我估计8也不会归别人吧 应该归这个9 其他人的身份暂时看都是可以的 9 4 6 顺序帮你们安排好 慢慢盘逻辑 因为我认为首位跟女巫都是单身 且他们的身份都值得认可 我是一张单身 我认2是一张单身的平民 首先为什么7 这个女巫一定不会是个征婚人 因为在1那个位置 他的底牌如果是这个征婚人 他一定不会去赌1 他外之位赌一个 把1作为一个扛推 就说1是一个征婚人出局 那他这张女巫的身份忙忙高 还能扛推一个平民 到他后面他还来得及刀 为什么11是一个真的守卫 因为11如果是个狼 他就一定不 是个征婚人一定不守3 因为他刀已经不够了 赶紧指着狼去刀 对吗 外之后还有扛推的身份 所以7跟11两张牌我认下来 9出局啊 如果是个平民 明天退大王 大王你如果死了 你把6带了 怎么都赢 我跟你说 你只要认得下我 其实退一万步讲 你今天如果守出个平安夜 是怎么都赢了 对吗 我8是一张单身平民 就9出完出4 4出完带6 你把我晚上守了 最后一天出2 都来得及 对吗 因为我觉得有可能出问题 因为我觉得1啊 因为在5的世界里 5一直把1包装成一张证婚人 且5且1吃毒 6在这个位置说 1就是一张证婚人走 我觉得有这么简单吗 10跟12打了配合 就抱一张茶茶 所有人都说 你们是两个狼卖出来 就为了保1一张证婚人 有时候场面是这么简单 那9就是最后一张证婚人 被女巫堵死了 9出完就结束了 那9出完如果没结束 老鼠如果是一个真猎人 但它是一个证婚人 那所有的输赢 掌握在你的手上 因为你出局那一刻 你只要把守卫带了 狼晚上对着七一刀 就是狼人赢 你把剩下的一张 证婚人 第三方是赢不了了 就你要么是个狼 你出局也结束 所以就这个顺序吧 好吗 因为你只要2跟8两张 单身平民能认得下来 你今天如果能守个平安夜 是百分百赢 如果不是个平安夜 就是9 4 6 好吗 因为我觉得没这么简单 因为6的诊断发言 一直想把1包装成一个证婚人 出去的 所以我对囚徒 有那么一丁点的怀疑 且他上轮发言说 我8可能是个证婚人 我听到这句话 我就很警惕 好吗 1出去不能是个狼吧 那还有个狼是谁 又只能是9 可能是4 你出去没就是可能4是个狼 对吗 好吗 先归9吧 好吗 我把顺序安法9 4 6 你11能守出个平安夜 这局是怎么都赢了 守不出 再盘 好吗 过了 发言完毕 警长请归票 警长归票9号 所有玩家请投票 3 2 1 2号 9号 投给4号 其余所有玩家 投给9号 9号玩家出局 9号玩家请留一眼 就是 首先呢 我对8号这个精髓呢 表示肯定 按这个顺序说 我觉得游戏好人是赢的 没关系 我是一张单身好人牌出局的 就是 我在想 不怪好人 是可能是我发言不够好 或者身份 我确实一个平民牌 偏低 或者说发言没有那么好 让好人没有认下 我没关系 但是按照这个顺序出 因为我能认下 11号和7号两张牌 然后我觉得你8号是一个单身精神 2号它能 它能盘的逻辑 跟我一个单身狗是一样的 虽然你不是一个单身狗 我是一个真单身狗 但是我觉得你 一定是一个单身好人牌 那我认下了 那4号这张牌 就是 4号这张牌 我觉得应该是那张狼牌 你们想想看 那个12号和10号 12号和10号 跟4号不是一个阵营的 然后他在那个位置 他去说 我埋下了一张猎人牌 一张猎人牌 和一张鬼魂信仰牌 选了这张鬼魂信仰牌 他在帮谁玩呢 场上有其他人跳猎人吗 莫之为一个猎人身份 所以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 4号应该是那张 穿猎人衣服的狼牌 还有 你们再看一下 鼠大王 他一张猎人牌 在那个位置 是不是 勇敢起义啊 但是他的状态 非常的不对 包括这一轮 就是 你们打一个平衡 我配合出去 没关系 但是我觉得打平衡 因为场上是神多的 三个神 你把他出了 带走崩一个人 崩你心中 你崩9 崩6 都没关系 那是可能好人数的 那个容错率 是可以出的 但是现在就更加清楚了 就是我能认下 11号 7号 两个单身神 2号 8号 两个单身狗 如果4初次没有结束的话 我想出这张6号牌 因为6号牌的 我对你的配置要求比较的高 你在这个位置 去这样打我的话 且你认不下 三个神 可以先出猎人 追轮次的这个逻辑 那我觉得你6号 可能是有问题的那张 证换人牌 不要去改这个顺序了 初四初六 应该是好人能赢 我特别想做一个 单身好人赢一牌 一言结束 过 一言结束 9号玩家请离场 游戏继续 天黑请闭眼 天亮了 昨天晚上死亡的是11号玩家 11号玩家请离场 警长请选择 从死左或死右开始发言 死左 从2号玩家开始发言 哦 2号玩家发言 这轮的话呢 其实就看你能不能信我 出呢 肯定是出你 但是你要是信我的话呢 你就别开这一枪 如果你能认下我是个好人 就是你是有可能是做猎人的 9号呢 是个好人走的 我这轮是这样 就是你4号 你如果说你开枪崩我 那剩下他们三个人里面 有一个证婚人 就这轮 出票一定是出你4号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盗贼 那一定是4号 你让狼人穿了个盗贼衣服 如果说我判断错误的话 你4号是个好人 那么也就是说 1号是个狼狈独走的 或者说你们9号 推出去是个狼 还剩一个证婚人 所以说我上一轮呢 是优先出这个4号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盗贼出场 我自己是一个 没有任何身份的平民牌 你们既然不是盗贼 那么12号只有可能是个盗贼 那12号他埋了什么牌呢 他不会说是什么报个猎人 就是是假的 那他报一个假的猎人 收益点何在呢 所以4号一定是一个 穿狼衣服的猎人 那6783张金水 我这次给你们提出的建议是 一定要出这张4号牌 4号牌刚刚那轮 也承认是他的轮次了 4号你这轮 如果说你被冤枉了的话呢 那只能说他们那个盗贼玩得好 他们盗贼玩得好 然后你不要选择开枪 因为最多只剩一个证婚人 你们这轮 听我的就出4号 4号你听我的就别开枪 那么过了 4号玩家发言 我本将心照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曲 九神 我这辈子没见过你玩过一把这么好的狼人牌 因为我在九号发完一言 在你二号发完这轮话的时候 我终于能明白到底谁是最后一狼 我认为证婚人应该不是那个一号 是那个九号 那个九号到此他都希望我开枪 他都希望我能开枪 先把你六干了 我再说说你二号为什么是一个狼 因为你这一轮只有出了我 并且叫我别开枪 或者说叫我别开你 你晚上对着七一刀 你才能赢最后的胜利 你所以说你这一轮无论如何 就是说一定要出我 把我出了 你就希望我别开枪 这样的话就能把那个 你晚上砍一刀七号 就能游戏结束 想想你九神为什么是个狼 你第一天就起身 直接说你三号是个预言家 你这个石的发言 在我这我认不下来 这个石他在第一天的时候 表演天赋如此之高 在我这我都觉得 他是一个真预言家了 在三号没起跳之前 而到了你二号位 二号位到了你九神 你直接告诉我三号是个预言家 当三号直接起跳的时候 我都甚至在怀疑 你们这两个 前面这两个人不会是在玩我吧 你们两个不会是 就是有连带关系的人吧 你哪怕说你叫我开枪把你崩了 就极力要求这样 我可能都会认为你是个好人 但是你从那一轮 警长归久的时候 你还要归我 那你就一定是个狼朋友 今天我会出啊 过了 好有压力啊 其实你要盘嘛 都能盘 你要说六七八谁是证婚人 都有可能 因为这证婚人又不需要干什么事 如果待着问这两个人出了 你说我是六证婚人 可能 你说七不是证婚人 他救了十一 他们故意到一下 反正平安夜也有可能 你说你是不是证婚人 我觉得你对十十二聊的时候 你觉得挺晚戏的 有可能证婚人 那我怎么盘的 那就是懵啊 那你要说盘狼人 我觉得二号有可能像个狼人牌 因为我从第一天就觉得二号不对嘛 第一天二号翻完盐 我就说那一号 就十号十二号 我说人都打出一套组合拳了 人都打combo了 都这么卖力就是表演了 你二号起身就说 我觉得后面有原家 三号可能是 那我觉得你的视野 确实是比较开阔 今天拿起来之后呢 我是觉得 十一号死挺奇怪的 因为麦蒂宝十一身上刀一刀 其实就要赌一个猎人 扛推猎人在刀女巫 才有狼人可能 获胜的可能 当然如果是证婚人的话 就无所谓 随便刀嘛 这也是 如果现在场上 如果生一个证婚人啊 刀了十一 我觉得十一大概率 我认为会自首 刀十一其实难度比较大 刀十一呢 我认为冲着神去的 那大概率还剩个狼 那剩个狼的情况下 九如果不是狼 也没办法 因为九不是狼 他起身第一轮的 发言真的不好 那就只能还剩一个狼了 因为三一定是个语言家 因为一不是一个狼 一不是狼 因为一是狼 五号不会让女巫去读一的 五号那么气愤 和二号那么气愤的起来 我觉得是有原因的 或者是四号 我虽然觉得 你也有可能是一个狼 因为比如说 你是一个狼 你选择拿了一张盗贼牌 埋掉一张猎人牌 拿了一张狼人牌 然后你和狼队共享信息 你说我把狼人埋了 然后呢 这个狼呢背叛了你们 他选择和十二号沟通 他说我们狼人把猎人埋了 你一跳这个信息 那十二号可能没领悟 没跳 那十号说了 但是呢 就今天一定是出你 但我认为你一定要开枪 因为你不开枪 就等于 如果二号是个狼 狼人就赢了 我认为 证婚人 你要说我是不是证婚人 我首先知道 我自己是个单身村民 一定不是证婚人 这可能就少了三分之一 女巫救了一张自刀的牌 我认为也可能不是证婚人 又少了三分之一 只存在你八号 可能是一张证婚人 但你八号 如果是个证婚人的情况下 我认为 嫌疑没有二号大 因为我觉得二号 可能是张狼人牌 因为这个刀法告诉我 他可能下张狼人牌 因为证婚人要活下来 他要刀一个 大概率能刀死的人 九出局如果是个狼的话 他也不会 这么心态平衡 因为狼 九出局如果是个狼 狼队已经交牌了 我觉得他应该会告诉 好人场上还有证婚人 他不会这么心态平衡的 那场上只有一个狼 只有一个狼的情况下 三十余元家 六七八都是好人 那只存在在四号二里面是狼 因为三十余元家 我们三个是金水 就是八号我不知道 你能不能理解 场上一定有一个狼的 你看我跟你盘的对吧 场上一定有个狼的 除非你认九号是个狼出局 还为第三方做贡献 我认为不现实 所以说你自己枪一定要开 而且要开二号牌 我们三个都是金水 如果你没有证婚人 也只能让证婚人赢 因为要先出狼 过了 我发表一下个人意见 我发表一下个人意见 把你听不听是你的事情 六号这张牌呢 确实做得成整婚人 二号这张牌呢 确实也做得成狼人 这就很恐怖 如果这两兄弟都在场的话 这轮出四就输了 就是作为我神兵阵营 我其实不是想出四的 四的发言状态 和二的发言状态 其实都不错 但是 四这个时候来打二 如果它是一张狼人牌 它是不是会把二打死 且不能出我四 四的逻辑是 出我四我也会带你二 也就是说四跟二 已经拉了对立面 四跟二我也不跟它打对话 我只跟你八对话 因为 如果你八的状态 还能是一张整婚人的话 我觉得送你赢了 我不所谓 因为 我觉得四应该是猎人 你看六号 它还打二号是狼 但是呢 它轻踩了一下四号 它也没把四号打死 对吧 六号你也听一下 因为你这票也很关键 因为我不能把你打成整婚人 我只知道我七号不是整婚人 且 我是整婚人 十一号我救你妹呀 不是我阵营的 我 一号我干嘛要读 我就读 读那个 像神的牌 我就读 咔咔咔咔 谁认守卫我读谁 对不对 我七号玩家是很凶狠的 连守卫我都下得去手的人 三是狼 就一定是一三五 那 呃 四得是那个猎人 那 四 是一个狼人的情况下 他的好人 他的狼人队友是十跟五 在四的视角里 三也会出十 这一半圈都出十 那你能不能认下 四是一张猎人牌 四如果认是猎人牌 我认下来了 我七号你得认下来 我的逻辑说得通 那 应该是出二六八PK明天 因为刀只能刀四和刀七 应该是出二六八PK 那么再换句话来说 十号为什么说猎人 被埋掉了 单纯的可能是想 让跳猎人的人 白天出 这一票只能挂二 就二确实没人 出你不是别的原因 因为你没有被咽过 能做狼人的只有你二号 所以 我这轮会出二 因为二你也考虑一下 你还可以发一言吗 如果你是好人 你再帮我从六八里揪 我是女巫 我也把我的想法说清楚 我觉得四真的是一张猎人牌 好吧 我决定出二 然后看明天 帮助你这张牌 我认下来了 你能不能把我认下来 你如果能把我认下来 这就是百分百赢 如果六是那个真猎人 今天出了四 四把一张狼人牌二带了 六是一张 真猎人牌 他不管刀七 刀八 刀七 我是一张好人 我吃了锦辉 我把六最后一张 真猎人出了 我们好人正云获胜 他刀我八 我把锦辉给你七 你是一张女巫牌 且我认为你是一张 单身女巫牌 你最后把六出了 好人也是赢 因为在我的视角里 我只要认下你七 是一张真女巫 且是单身 在我的视角里是稳赢的 因为锦辉在我一张 单身的平民的手里 我只要把锦辉 最后移交给你七 是怎么都赢了 如果你是一个正猎人 这局就输 因为我被你骗了 就这么简单 大王 我觉得你 百分之九十九 是一个猎人 但是我 因为我已经把九号都出了 因为我出了你 你如果能开枪 你一定是个真猎人 那场上有可能做成狼的 只有二 对吗 那二出完 证换人一定只有一个 我的底牌是一个好人 且我单身 你如果出局 能开枪 你把场上唯一 有可能做成狼的二 打掉 那如果六七八 能做成证换人的 只有六 因为我把七认了 七如果是个狼人 对吗 他刀了我八 我还是得把锦辉给七 那就是第三方赢 我把我想说的 其实都说完了 我不知道你们是谁 狼人玩的最好的一盘 我只知道我是个好人 我只想这局游戏 安安全全的赢 好吗 我一定会归你四 我不想让你 如果你是个狼人 是你玩的最好的一盘 这个游戏就很尴尬 对吗 当然有可能是 九成玩的最好的一盘 好吗 我会归四的 因为在我的世界里 我是一定胜利的 只要我把帮主认下来 其实锦辉在我的手里 好吗 发言完毕 警长请归票 警长归票四号 所有玩家请投票 三 二 一 四号 投给二号 给予所有玩家 投给四号 四号玩家出局 游戏结束 好人阵营获胜 本剧游戏中 四号鼠大王 是盗贼牌 选择狼人 埋掉猎人 五号JY 和十号大宝 是两张狼人牌 十二号KS 是鬼魂新娘 三号小五是预言家 七号少帮主 是女巫 十一号李锦 是守卫 其余五名玩家 则是村民牌 第一玩 鬼魂新娘KS 选择狼人大宝 作为自己的新狼 并让狼人JY 为自己证婚 狼队瞬间 只剩下蜀大王 一人孤军奋战 狼队睁眼后 选到了守卫李锦 虽然李锦 当晚守护了李斯 没有自首 但女巫少帮主 在看到死产后 选择使用了解药 李锦未被刀死 锦上竞选环节 大宝第一个发言 在未考虑清楚的情况下 汗跳了预言家 发桃子查杀 并暴露了情侣身份 真预言家小五后之位 发村民李斯金水 得到了更多好人的信任 全票当选警长 没有悬念 第一天白天 大宝被归票出局 KS随之殉情 第二晚 预言家小五遭遇狼刀 守卫李锦的守护起效 小五未被刀死 拥有证婚人 和狼人双重身份的JY 见第三方战营 已经很难获得胜利 决定帮助 唯一的狼人蜀大王 对抗好人 第二天白天 JY选择自爆 第三晚 蜀大王顺利刀死小五 在JY的帮助下 追回了一天轮次 女巫少帮主 则担心桃子是正婚人 而将其毒死 死讯宣布后 小五将警徽给了李斯 表明李斯 囚徒和少帮主 分别是自己三天的金水 第三天白天 蜀大王成功扛退了村民小仓 第四晚 在守卫李锦 守护了村民李斯的情况下 蜀大王堵对了刀 将李锦刀死 此时 场上仅剩 名女巫少帮主 最后一身 可惜 由于KS临走前 任盗贼 买了猎人 虽然蜀大王的发言 打动了几乎所有玩家 但其猎人身份 还是无法完全得到 大家的认可 第四天白天 好人阵营 为了求稳 从轮次上 将最后一郎蜀大王 攻投出局 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哦 他正会人 直接自爆了 对啊 这样玩第三方玩毛啊 难道一对一 还要PK啊 当然了 那我请会 有什么用呢 对你正会人的 第三方的 胜利条件 是图成啊 本节目由 游戏玩不停 互怼到天明的 玩8APP冠名 玩8APP 一起小游戏 认识 叨叨叨叨